北京时间1月26日,距离交易截止日又近了一天 过去这一夜,NBA交易市场又有什么新动静 篮网积极补强,三大射手成为交易筹码 若巴顿被奇才买断,篮网和熊路有意牵下他 阿努诺比想离开猛龙,已有球队为他开出三个手轮 灰熊不愿交易丹尼比格林 步行者对交易希尔德和杜瓦尔特持开放态度 老鹰放慢柯林斯交易谈判的节奏 篮网三大射手被放上货架,据铭记凯威闹案警号39 康纳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篮网正在积极寻求通过交易升级 乔比哈里斯、小库里和米尔斯可能会被交易 除此之外,篮网的可用资产还有夏普、托马斯这样的年轻球员 以及2829年的首轮,本队,2728年首轮,来自76人 篮网交易补强的目的就是争冠 需求方向是像库兹马、柏扬、伯克斯这样的侧翼 也考虑为克拉克斯顿找一位更可靠的替补 欧安的警号39 康纳表示,纳兹比里德、班巴、范德比尔特与奥利尼克都在篮网的目标名单上 篮网熊路有意巴顿,据孟菲斯记者Chris Vernon报道 有长文称奇才正在考虑买断威尔比巴顿 如他被买断,篮网和熊路有意签下他 巴顿已经基本调出球队轮换阵容 他的合同将在今夏到期,本赛季薪金1440万美元 赛季至今,巴顿出战37场,全部替补 场均7.5分2.8篮板2.5助攻,三分命中率37.2% 阿努诺比想离开猛龙多伦多媒体人Bob McCown透露 自己昨天和一名联盟内部人士交谈过 该人士向Bob McCown透露 猛龙球员OG比阿努诺比想要离开球队 此前有报道称,至少有一支球队已经向猛龙开出了三个首轮的报价 寻求得到阿努诺比 赛季至今,阿努诺比场均17.4分5.7篮板2.0助攻2.1抢断 场均抢断排名联盟第一 惠熊不愿交一单米比格林美眉报道称 惠熊不愿意交一单米比格林 格林计划在2月2日灰熊对阵开拓者的比赛中复出 完成赛季首秀 去年5月13日,格林遭遇左膝前交叉韧带和外侧副韧带撕裂 休赛期,他被76人交易至灰熊,一直养伤至今 他也表示自己想留在灰熊校里 上赛季他出战了62场常规赛 场均5.9分2.5篮板1.0助攻1.0抢断 三分命中率38.0% 步行者对交易希尔德和杜瓦尔特持开放态度 Sam Amico报道 步行者目前对交易希尔德与杜瓦尔特持开放态度 消息人士称 对于希尔德,步行者想要一个手轮签作为回报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 外界预计步行者不会在交易截止日前交易麦尔斯比特纳 老鹰放慢柯林斯交易谈判的节奏 据Heavy Sports记者Steve Boppett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尽管老鹰目前仍然想要交易柯林斯 但目前关于后者的交易谈判节奏已经放缓 柯林斯仍然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他的大合同和老鹰的要价减慢了这个过程 一些球队认为柯林斯的合同是垃圾合同 库兹马仍有可能被交易 Sam Amico报道 有联盟高管透露 即便巴村雷已被送至胡人 且奇财方面表达了想与库兹马续约的企图 但库兹马依旧可能在交易截止日前被交易 这位高管透露 奇财内部的人告诉我库兹马和奇财方面谈过交易的事 他想成为绝对核心 库兹马的职业道德没问题 工作很拼 命进步也很大 但是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正确的人 需要得到应有的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再等等看会发生什么 此前报道称 库兹马有意跳出合同试水自由市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早到 早到 早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